哈喽 这个又回来了 那其实这个 这里对表委上来了 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呢 就是邀请了我们庄表委老师 来去分享一个 就是license之外 这个开源的一些规则跟潜规则 那我想问一下 庄老师你是第几次参加CostCup 对CostCup有什么印象 简单第二次 对上一次是在两年前 2019年那是非常非常幸运 其实也是非常千辛万苦的 然后想办法 然后去到了台湾 然后跟很多朋友见面 然后现场交流是非常开心 现在这一次没办法 只能远程的 在线上跟大家沟通了 是不过这样也挺好的 就如果要过去还得隔离 估计反而过不去参加不了 所以我觉得线上 我们还比较高兴这样子 行 那因为基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在就是 待会儿我们先请庄老师开始 然后呢我们最后有个QA的环节 因为呢这个现在是11点半 那我们QA环节12点之后呢 是有一个 就是中午的休息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时间 可以这个交流这样子 对就是还可以多一点时间好 那我们现在就请这个庄老师 开始他的一个分享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吗 好开始吧 呃各位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Cost Cup 来跟大家来分享 而这一次的演讲的话呢 非常遗憾 不能本人前来 呃 来到台湾 只能够线上录制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这次不是我一个人讲 是我跟Richard的两个人来讲 主要也是你啦 我就是赔聊 对赔聊赔聊 但是因为是赔聊嘛 对吧 所以你也要负担一定的责任 对呃 这一次的这个话题就很有意思 就是我我一直会很关心规则和潜规则 而且呃不仅仅是license这样的 法律形式的这种规则 更包括一些呃成文的不成文的 甚至是私底下运行的规则 我我我对这些东西都非常感兴趣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知道就是 就是Richard的本身也是法律背景嘛 所以我相信他也会对这方面的特别感兴趣 那这个这个话题的话呢 其实我之前呃讲过好几回 这次我在跟Richard的启动 咱们就是一边聊天 一边讲PPT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之前我们就在商量 就是说我们我们不能够只是听我一个人讲 然后呃这个Richard做个捧跟 边上说嗯啊这个不够的 这个这个肯定是不够的 要要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我会快速的 把我的PPT讲完 然后接下来我我更想聊的是 我所了解的社区规则 和Richard的所了解的台湾的社区规则 以及互相之间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比较 这样才会有点意思 也会对Cost Cup的呃观众听众会更友好一些 所以我先先开始 不过是这样子啊 在开始之前你是不是要先做个自我介绍呢 因为可能啊啊 还有一些朋友不了解你或者是不了解像开源社啊 或者说哎你是华为的那是代表华为来说吗 对吧 所以这个可能是不是要先稍微说一下 花为一两分钟 对按道理是应该的 对我但是因为这个演讲的时间只有25分钟 所以我就觉得要尽可能的把时间集中在讲讲内容上 这个讲介绍自己什么的浪费时间不划算 简单说吧 我我现在的话呢是开源社 其实Richard也是开源社的 我们都是开源社的理事 然后呢我是2020年和2021年度两年的理事长 然后呢我现在我和Richard都是这个华为员工 对我们又是同事又是开源社的同事 所以我们两个人会聊很多很多的公司内外 开源内外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这一次搭档上双簧呢也是顺理成章 对吧 嗯 个人介绍就不多讲了 好 就往下下一页 嗯 下面是内容提要 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我会有个前置说明 然后讨论规则前规则社区 然后讨论为什么会讨论到轮 然后礼仪啊 惩罚啊 一则啊 前规则什么的 最后有一个结束语 但是但是接下来其实就要进入一个前置声明 就是说 这只是一个思考框架 就是关于规则和潜规则这件事情 可以谈的事情 哪怕只局限在社区这个范围可以谈的事情 都太多了 所以这个PPT 我我可以预料到它的内容会不断的生长 或者不断的跟人聊 不断的跟人聊 我再改一改 再加一加 或者再写成一些文章 然后或者变成更多的N篇文章 写不写书的先不说啊 但是但是它会是一个不断生长的东西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规则 这个规则大家可以看到情理法这三个字都很熟悉 到最后的扣的有点奇怪 先说情情就人情世故嘛 人情世故中国人都讲人情世故的 那底层是什么人情世故的下面就是基本的伦理道德 这是情理呢 理就是礼仪礼节礼物 就凡是跟理相关的 都是我们都要遵守的 社区里也有理 那法就更简单了 任何一个正经的社会有政府制定法律 或者说有社区制定成文的这些规范 比如说license 比如说这个CLA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法 最后一个最奇怪了 为什么会有code code也是规则吗 对的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当一些需要被自动执行的规则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写在代码里 然后通过代码的方式来自动执行 这个我们等会讲到这个code的时候可以再展开说 潜规则写下来的或者说大家都清楚的那些规则是一部分 但是还有很多的潜规则 这其实稍微要介绍一本书在十多年前会在大陆非常流行 就叫潜规则 所以潜规则其实在大陆这边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词 我不知道在台湾那边是不是有 就是潜规则这本书流不流行 或者说大家会不会聊潜规则 不一定流行 但是这个词大家是知道的 通常是说什么艺人 女艺人被潜规则杀的 OK好吧 那个潜规则就更糟糕了 我这里说的还是比较正派的 是的 那潜规则就是在制定规则之前 的时候的那些东西 通常如果我们在英美法系的时候说有判例法 那么在判例还没有出来之前 那么就没有规则 或者在人很少的时候还没有形成冲突的时候 那么可能也没有规则 这个时候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种情况是什么呢 有规则了 就是有时候他管用 有时候他不管用 比如说我们我们发一个发一个规则规则 比如说在社区里面发广告帖的人会被干掉 但是不是每一次都会都会被干掉 然后我们就会去去讨论 为什么张三发了广告帖 他被封号了 李氏发了广告帖 没事 而且 为什么这件事情 是被概率性的公开的 就是说有些时候官方或者说管理者 或者说社区的管理员会告诉你 为什么会这样干 但有时候就不说了 他默默的一个人消失了 于是呢 我们就会在一个社区里就会出现一些揣摩者 我们就会去揣摩说 哎这个张三被封掉是因为他确实太过分了 但李氏呢 李氏虽然也很严重 但是呢 可能他跟他跟这个管理员比较熟吧 也许就没事了 那么大家会去揣摩这件事情 那么凡是这种没有被明确执行的 有可能执行有可能不执行的 可能看管理员心情的这些事情都是社区的潜规则 而且在这种社区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大社区以外 一定会有一些小圈子 这些小圈子往往是那些所谓的幕后黑手 他们会在背后制定规则 或者说他们会在背后去做规则的这种调整 我不知道可能是某大佬 但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规则就可能是在他们手里 这就是潜规则 嗯 接下来再讨论社区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不是讨论社会上的规则和潜规则 不是讨论一个正式的一个政府下一个一个一个城市里的规则和潜规则 只讨论社区 社区有所不同 比如说尤其是像开源社区更加有有特色 比如说首先一个社区是要有一群自同道合的人 所谓自同道合是他们想要有打算一起来创造一些什么 共同创造 在这个共同创造的过程中 他们的这个作品就是他们所谓的自同道合想要创造的作品 会被不断的完善通过作品的完善通过这个作品对外的免费的分发 自由的散步甚至是更多的这个关注者会出现 于是我们说有一个好的效果叫禁越远来 就是在社区里的人很开心 外面有些人会慕名而来 慕名而来以后这个社区的人数增加了 事情也更多了 这个时候社区变得更复杂了 我们就需要更好的去完善这些规则 比如说大家来的都都很好 都很开心 突然来了一个hater 或者来了一个trailer 他就会挑事怎么办 或者说有一个人突然提一个规则说我们拿去卖钱吧 我们拿一个什么什么我们做一个商业版吧 也许他的建议很好 但怎么办呢 这个社区要重新去思考 说我们这个社区到底是为什么而存在的 我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来做这个东西 大家要重新回顾自己的是不是自同道合要完善规则 然后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创造 这是一个循环 一个健康的社区会不断的循环来改进自己的社区的规则规范 其实再接下来就好多页 我在看时间我就担心我15分钟内都讲不完了 所以我会再加快 因为就是说从情理法再到代码再到潜规则 每一页都可以再举例子 但其实我们可以举的例子很多了 就是说你有没有兴趣随时打断我或者说聊到想到一些什么东西的话 你也可以参与进来 对其实我刚才上一页的时候就在想一个事情 就反而我在台湾的时候参加 不管是Cost Cup或者是一些这种本地的社群 台湾Community翻译叫社群 不过你可以继续讲社区大家是听得懂 就其实还不太常遇到你刚刚讲的 忽然有人冒出来说我们来做商业化我们在干嘛 就是大家其实是能够 某种程度是能够理解一个潜规则 那当然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我们觉得有点怪怪的人 他可能是在现实社会当中不一定那么被接纳 或者是工作当中不一定那么可能他是很直的直男 或者他是傻的 但是他融入社区的时候他还是他也有可能不 就不一定obey这样的一个社区的规则 但是社区还蛮包容的 我觉得台湾的社区 然后并且尽可能求同 存异那也就存嘛 这社区是有多元性 所以我倒觉得这跟我在大陆遇到的还不太一样 像你刚刚举的例子是在大陆经常遇到 但是我反而在台湾没听过这种事 或者是在台湾一听到有这样的苗头 我们就直接就觉得跟我们不是同道中人 所以你来干嘛 对吧 肯定第一反应就是你怎么会来这 你肯定来错地方了 对 但是在大陆就会不一样 大陆就会说好不容易来一个人 我们还是还是在跟他相处 有可能会这样 或者说其实就是说Rita 你在大陆也待了好些年 你也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开元社也好 很多开元的社区 在大陆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关起门来 或者说我们自己做自己的就很好 我们还是想步道 那步道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像那些不懂的人 去尽可能的去做传播 或者说是去做介绍 这个可能我们也必须承认就是说 可能在大陆闯到社区里来 但是并不清楚在干啥的人 比例会比台湾高很多 是的不过也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有一年的Costcom 某一家厂商我就不讲了 然后他买了一个Keynote的 然后在Keynote上面讲的一些东西 其实不太make sense 就是说在开元人的立场 导致现场就有人直接挑战了 就是直接桌上麦克风 当时在中央研究院的那个人文社会馆 就按麦克风都直接跟对方嗆起来 然后可能对方那家公司后来他在 因为还要赞助Costcom 然后就他不太了解 或者讲师讲的内容 不太了解这潜规则 然后商业利益跟社区利益 之间没有调和 所以导致有一些冲突发生 我相信现在如果Costcom的观众 有前几年可能我忘记是1312年 有参加过肯定知道我在讲哪家厂商 那我就不说了 虽然那个厂商现在已经不行了 对所以这个对对对 那你继续说吧 反正我就闲聊 OK好 其实我接下来其实还会讲一讲 我的PPT里面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这样的话 这个PPT肯定事后会分享到社区里 然后让大家都能看到 因为也写了挺长时间的 这是一个社区伦理里面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它其实是一对矛盾 就是他跟传统的社会讲长幼有趣 有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在社区里面 人人是平等的 但是呢 这个平等往往是入口 机会的平等 但并不是实质上的平等 这个区别在哪 就是说他背后有一个叫精英治理的东西 社区其实也排座次 但是社区当然不是以地位 不是以长幼来排序 而是以一个人的贡献的高低来排序 这是背后背后其实是精英治理 是比如说一个人 你在社区里提一个建议 说我们干什么什么事吧 有多少人会听你的 这不一定的 前提是你在这个社区的影响力有多大 你在这个社区贡献有多高 你在这个社区多出名 这当然是正面的部分 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情 有更多人听你的 这是正面的部分 但也有负面的部分 就同样犯一个错 你在社区里骂人 和李纳斯在社区里骂人 得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是 我在社区里骂人 可能当场就被人干掉了 或者说被人踢出去了 就你就别来了 你是或者你这样很不礼貌 但是李纳斯骂人 大家会说哇这个好帅啊 骂得很漂亮啊 真是耿直 真是这个什么直率人 就会这样很宽容的看待他 这个可能是社区里面的一种 那你也可以说他是不平的 但是就是没办法 就就其实任何一个无论是社区 社会还是社群 他总会有不平等 我们只能够说哎 基于贡献的不平等 总好过基于地位的 或者是基于金钱的 或者是基于关系的不平等 要好一些 这个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台湾应该也这样 总是有地位高低 有有影响力的高低 是吧 其实在任何一个社群当中 比如说之前我参加基林V 那当然是有一些核心 就是他他并不是说区分的很清楚 说谁是核心 谁是非核心 而是说贡献的多 每一次都说他自然然 然后项目重要或者是有领导力的 leadership的自然说话分量就比较足 对吧 那比如说对 比如说唐凤对吧 说话主 那个主导的愿意 那个政府就是延揽入阁吗 或者是说像这个C楼高 或者是等等的 就是总是会有一些 或者是说比如说 远在美国的拼股等等 但是做这个做做这个盲点等等 他都是在某个项目 或者有一些影响力 所以我刚才随便举几个人 不代表没被举到的这个对 但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不可或缺 但是他们都希望这个社群 是一个尽量没有进入障碍 以及贡献者多就说 就是影响力就大 像之前博强就讲过一句话说 做事人最大做事的人 对就是说在开源社群有贡献 那我们都要多听一点这个声音 这文化是很值得就是赞赏 这样对对 其实我刚才听到你说到比如说唐凤 然后说到拼顾对吧 然后其实我就联想到前两天 应该是在台湾那边发生的一桩事情吧 就是应该是我 好你说那个 就是那个要求 社交距离APP 对社交距离APP 要求要求被开源 然后呢 然后就有人 其实我稍微关注了一下 最开始的GitHub上面的issue 大概是一个多月前 就有人非常温和说能不能开源 应该是County的 然后后来还是小猪这边有在follow 这样子 对对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里面其实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说那个社交距离APP的开发者可能对于社区的规则不是很懂 是的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 虽然那家公司的创始人我也认识 但是这个我确实这个风格上不是很懂社区的规则 对而且他觉得我这不是已经很好了吗 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 但是社区就会觉得你都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面子上挂上了一个开源的面子 完了以后你没有真开源 你不在骗人吗 没有这就是一个开源各自表述 就说白点 对对对 很多人说了开源 但其实是不是打的开源反开源 这都不知道 就是每个人理解可能不一定一样 对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说我还观察到另外一个 这就刚才说的还是规则 就是说你既然是开源 你就应该把你的代码放出来 而且放一个开源的open source的license 这还是正经的规则 但其实还有一个潜规则很有意思 我在那个帖子上面看到有人总结的 说果然还是要有人反窜一把 然后去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给闹大 闹到就是说你们这些 台湾话叫什么来着 我突然一下子忘记了 就类似于去骂那些 骂那些说事情很多的人 鸡车啊是不是 鸡车还是鸡掰 对说说这些人怎么这么鸡掰 没有这个有点这个在台湾话里面有点那个 非常恶劣我知道 但这样反而反而把事情闹大了以后 反而会得到快速的解决 这其实是潜规则 潜规则 就是说如果你想这件事情被快速的解决 无论是反窜也好 是正好有好心人过来帮忙骂也好 这件事情闹大了以后会解决的更快 虽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好事情 但是它确实很快的 大家回家吧 这最后这铁子最后一句话 大家可以回家了 很高兴 对这个是潜规则的部分很有意思 是 不过提醒一个我们还剩7分钟 我在看这个时间 OK 最后讲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也观察到的另外一个潜规则是 我不知道台湾这边讲不讲人设 就是就是我的设定 人物设定 对就是在社区里面 其实自我的人设和别人对他的评价 其实是有可能是不一致的 就是说我觉得我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但是可能别人真实的内心对我的评价远不是这样 这是社区里的人设 而一个人你在社区混的好不好 或者说在社区里影响力大不大 本质上就是看别人是如何给你贴上了标签 在在大陆有一种人设就叫做没有感情的发帖机器 就是就他根本不跟人交流 他也不参与任何的这个社群的线上线下的活动 他只管发帖甚至只发广告帖 这种人像像大陆的微信群就更普遍 就是就是他一个人他会加入很多很多个微信群 然后有一封有一篇帖子肯定是他们公司的帖子 然后他就一口气转发好多好多个群 但是还有一种自以为了不起的发帖机器是什么呢 他他发了一个帖子还扔一个红包 然后说欢迎大家帮忙转发 好像大家就会感谢他一样 然后然后接下来那个群就一片沉默 没有任何人理他甚至没有人抢他的红包 不至于红包还是会抢了 哦对对对当然当然我我这种红包我是不会抢 我有骨气的我不抢 我都不打算给他转发了我肯定不抢他红包 但是但是就算是有人抢了他的红包也不会有人帮他转发 是 这种人就混在就是他其实是混在社区底层了 但他自己不知不知觉 他不觉得自己这个办法有问题 但这是这是很糟糕的一种人设 那我我我其实会会更推荐就是说 呃比如杠金台湾奖吗 呃就是很喜欢抬杠的人吗 对对对就很喜欢抬杠很喜欢跟人辩论 或者说跟人跟人说哎你错啊你你对这种人很讨厌 社区里但凡出现这种人都很讨厌都很讨厌 呃第一点哈那个发点机器台湾很少见 是因为就就我很少见 然后第二点杠金是挺多的 就是 哈哈哈对民主社会吗可能会更多一些 哈哈哈对 嗯第三种其实是大家都会很喜欢就是他会帮大家张罗很多事情 像大妈一样就这个也是呃就是类似于就是 怎么说台湾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社区的服务员或者说是会帮大家做 李长博啊李长博啊 啊对就是街道办主任他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会帮大家里里外外的张罗很多事情 啊经常会提醒大家啊啊啊赶紧做什么什么事啊或者赶紧去做参加什么活动啊啊啊我我帮大家记住什么什么事情啊这样的人其实他是一个社区的凝聚力的体现 而且很多事情就是靠他们然后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 这样讲有点像博强啊我觉得博强也是类似这种我我对博强的感觉也是这样对对对 啊我我大陆就是就是那个周琪嘛大妈大妈他他他他直接就自称就是大妈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样的人社区都会很欢迎OK 嗯我们就到结语部分嗯还有还有多少时间还有三分三十秒来得及正好把结语讲了因为因为其实其实这本书是我前段时间刚看完的一本叫蚕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而这本书在台湾的翻译叫做万里任残游 好万里任残游对台湾的书名叫万里任残游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哲学书但同时又是一本讲怎么维修摩托车的书还是一本旅行日记还是一本这个作者去做精神探索 他他他做自我分析的有点像精神呃精神病人康复以后的回忆录是这样的一本书非常非常有意思嗯但但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讲这个书而且想说爱产与社区运营的艺术呢因为他这里面讲了一个东西叫良智 英文叫quality那但是他说爱良智这件事情quality这个词不能定义我们不能给他一个什么什么定义所以所以你你从头到尾他都没讲清楚这个良智是啥就哲学书嘛就就写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就想试着说哎我来定义一下把良智品味和记忆混在一块来解释就是我们说品味是啥比如说有一道菜我觉得很好吃不一定算我有品味对吧但是如果我把 把这道菜推荐给了好些人每个人都说哇这个菜真好吃你真有品味那证明我确实有品味因为我觉得好吃的菜大家都觉得好吃那么我就是一个有品味的人而这道菜就是有良智的如果我我看见一幅画我说哎这幅画真漂亮我推荐给其他人看其他人也会说哇这个画真好世界名画那么我对画有品味那么这幅画就是有良智的同样的 如果我看到了一段代码这段代码我觉得写的很漂亮而这段代码确实写的很漂亮那么良智和品味就是一对双生的关系如果如果我非常懂得社区是什么样子我我我我对这个社区有好感我觉得哎这个社区很好这个社区经营的很好它的氛围很好那么我对这个社区的品味也是有的那么这就是良智和品味的关系而如果我不仅仅是一个在社区里混的人 我同时还是这个社区的运营者那么我就要锻炼我对这个社区运营的记忆了那么怎么锻炼呢还是回到炒菜的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美食家我我我舌头很好我我品味很好我能够尝得出菜好吃难吃但是我并没有能力自己做出好菜来那证明我记忆不尽但是反过来如果是一个好厨师他一定得有好品味他自己做的菜自己得尝啊 所以有好的记忆再加上好的品味他才有可能创造和运营出一个好的社区来同样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在一个好的社区里待过我不断的感受到这个社区的氛围然后呢我也不断的尝试着运营社区的各种技巧或者技艺或者是技能慢慢的我有可能把这个社区给经营的更好这就是我看产允摩托车维修艺术 这本书所体会出来的观点而这个东西这中间的这个东西就是禅就是那种带着觉知带着反省的能力去不断的锻炼自己的记忆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所理解的禅哇这表演时间抓得真好讲完了对对对刚好时间到了我的闹钟响了不过现在你的视频信号好像没有出来就是人是维持在一个 就是视频不会动的一个你的胶片还有PPT还有但是呃那我就不确定了没关系这个像是脸其实不重要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五分钟的一个交流时间我们就线上进行吧录影就先到这边哎好好谢谢大家好那我就先卡了哈喽大家好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刚刚在slido上面结果居然有人问说到底厂商是谁这个反正不说那有人要说随便反正不是我说的然后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个PPT和谓社区的投影片的流程图啊是不是就是创建community的流程呢就是说你你那边不是有一页嘛就是和谓社区的这个内容对 嗯就有有人问了这样问题那个不是流程图那个不是流程图那个那个是我理解的一个社区如何嗯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如何成长 一个所谓成长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叫螺旋式上升就是说一个社区从最开始的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然后慢慢的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他会不断的回到原点回顾自己回顾咱们回顾这一群人创立这个社区的最初的理想和最初的目标 这个时候这个社区这个时候这个社区才能够进一步的通过回顾理想或者说回顾初心然后才能够走得更远 是这样的一种螺旋上升的过程我是想表达这样的一个 现在是小伟有点连线上的问题 什么问题 这样会好点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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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到我声音吗 哦 声音能听到 看来是Richard他自己的问题 OK 那现在外面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我看一下 对 我叫好那个Richard说他掉线了然后他让我撑走行我先撑一会儿 对对我现在回来了我刚掉线了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哈 嗯 OK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问说啊刚你回答完了吗 不好意思因为我刚掉线了我稍微讲了一讲那个过程就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我介绍了一下 OK然后呢再往下拉一个问题哈就是开院的品位如何建立的既然我觉得这问题问的挺好的因为当中其实我们讲很多规则请规则但是跟品位的关联可能还没说清楚你们也简单说一说哎 嗯其实其实其实我我觉得品位是一个很难建立的事情或者简单的说你得呃呃呆过好的社区你才知道好的社区是什么样子以后你再去创建自己的社区的时候就能够做得更好其实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例子是Richard 他在台湾感受过Costcap的这种社区的感觉然后说我们要在大陆也要也要建一个这样的社区或者说我我在呃我在其他社区当然也待过然后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社区其实都会给我有很多的呃感受或者说是呃有好有坏的体会然后我慢慢的就会产生一种想法就说如果我们要打造一个 这个社区我最希望的那个社区应该长什么样子这个时候我才能够有清晰的感觉其实你说的很对啊就是慢慢的锻炼出来其实我我自己也讲一下我的感觉就是我到大陆之后参加很多开源会议各种的又 我觉得我觉得还是Richard的问题对他又掉线了现在只能看我一个人 确实是要参与过所以我当年也是尽可能把大陆开源社我们的那个这个开源人都拉过来到到Costcap 要要亲自感受一下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啊 哎我是不是又断了你你时段时序的 下一个下一个问题是是那个关于工作和社区的时间平衡吗 是这个问题吗 反正不管Richard的我接着说吧应该是反正Ted在问 对呃我的感觉就是说对我来说呃社区是我的绝大多数的业余生活 然后呃工作当然没办法所以要要工作的时候就只能工作 要加班也只能加班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尽可能挤出来在社区里炮着 这是这是第一个感觉这是时间问题但其实第二个是呃社区是我疗伤的地方 或者说社区是我抱团取暖的地方社区是我恢复恢复体力恢复精力恢复心情的地方 所以所以工作上的很多不愉快啊什么的如果我我只是工作的话我早就崩溃了 还好有社区还好有有开源还好有很多朋友我会在社区里泡一泡在社区里找人聊一聊 会会有助于恢复我觉得社区对我来说是有这样的好的效果 还有吗我我我我不太确定我应该怎么撑下去因为各位主持人的话呢是呃 需要什么读问题啊然后和大家交流啊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报应吧因为之前我演讲的时候就会呃 呃拉拉瑞卡的来串场所以现在他主持人的时候就会拉我过来 拉我过来当主持人客串一下 好的好的那个五分钟之后现在就进到可能广告的那个就是因为有赞助商广告嘛 您好好的 值得 把他们设断